有希望有張梗圖是這樣 一名帶著引誼的男子 要約他的朋友打牌 嘿 要打牌嗎 好啊 那由我先攻 我召喚哥布林突擊部隊 採取攻擊狀態 結束這回合 我的回合 發動兩張黑旋風 之後同招小 小進場 黑旋風效果 從牌組抓兩張黑槍上手 之後從手牌特招黑槍 再從手牌特招擊風 擊風效果 將哥布林的攻擊力砍半 進戰階 2000 1700 1700 1300 場攻輸出為6700分 進主接二 把疾風跟黑槍拉一同步 做七星的轟炸機 然後將場上 合機16星的怪獸全部射掉 扣腿王3200 同算 場攻的6700 加轟炸機的3200 減去哥布林的1150 合機上匯為8750 這是很久以前的調侃漫畫 作者用當下環境的牌組 去對上舊時代的構築 而結果就是 先攻的一方 沒有做出有效的阻擋 然後就被後攻方毀殺 由於這個劇情太過於靠杯 所以漫畫很快就被傳開 傳開之後還有人幫他更新版本 隨著時代的引進 漫畫的版本也跟著升級 譬如說 六五中的10100 或是聖克龍的神秘數字 12700 更新後的版本 除了把攻擊力往上推 另外還補上一句 請問有沒有鐘擺或是稻草人 諷刺的異味十足 甚至到後來還出現spylt的版本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現實中的遊戲王 攻擊力總額13300 請問是刷卡還是浮現 所以問題就來了 既然漫畫的版本有這麼多 那為什麼每一個版本的開頭 都是哥布林突擊部隊 難道就不能是巨神兵 還有 哥布林的種類有這麼多 為什麼偏要選突擊部隊 選時間不好嗎 其實是因為 開頭的突擊部隊 他也曾經流行過 4顆星2300塔 在剛出生的那幾年 其實算是相當前衛的存在 真的就跟漫畫一樣 先攻佔一張哥布林 然後蓋一蓋換人 雖然現在看起來很像笑話 但召喚哥布林採攻擊狀態 這個確實是存在過 然後他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他攻擊後會躺下 而這種打完就躺下的效果 也跟貫穿一樣 有一個非正式的稱呼 叫睡覺 這個稱呼不是就有口語 它在動畫中就是這樣 但科布林打完後 就是直接睡覺 跟我平常一樣 說到這裡 我要順便來懺悔一下 其實我跟突擊部隊有段淵源 突擊部隊的效果原本是這樣寫 當這張卡攻擊的場合 在那個戰階結束 他將會變更為守備表示 然後直到下回合 都不能改變形式 一般來說 如果卡片寫這回合 指的就是當下這個回合 如果寫的是下回合 指的就是下一個玩家的回合 所以當初我這樣突擊部隊時 就把他的下回合 理解成對方的回合 所以我的突擊部隊是這樣 打完躺下 換對手 如果對手把他打掉 就沒差 反正我是守備狀態 但如果對手打不掉 又輪回到我 那我就把他轉正 然後再敲對方一拳 突擊部隊 我的超人 但事實上 這裡的下回合 指的是下一個我方的回合 也就是第三個回合 所以應該是 打完躺下換對手 如果對手沒解掉 換到自己 這時候的突擊部隊 還要再繼續躺 必須等到第五個回合 才能手動把他轉正 但就算是這樣 依舊不減突擊部隊的優勢 因為那時候環境比較單純 而且兩天三的攻擊力 已經是當時四星的天花板 所以光是一張突擊部隊 就很有壓制力 有時還可以打掉一些不爭氣的上怪 而且跟其他四星強攻相比 突擊部隊的價格是最新鳴的 便宜又沒有明顯的副作用 這讓他受到不少人的青睞 這也是梗圖選他的原因 因為他就是那個時代的象徵 如果說 哥布林有自己的意思 那他現在一定會覺得很乾 被淘汰就已經很慘了 結果現在每隔一段時間 他都還會照出來變 玩家每更新一次犯話 就會提供哥布林一個新的死亡方式 被各種破壞 被各種除外 你們有想過哥布林的感受嗎